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了冬天 做个好吃到爆灯的 古油黄牌骨腊味煲仔饭 区区韩 市场5元一个煲仔煲出来最好吃 煲身比较薄 全热比较好 提前浸米浸2个小时 煲的时候容易熟很多 没那么容易煲生米 将浸好的米放入煲仔 放少许盐少许油 腌10分钟后倒入一碗水 刚刚浸过米就OK了 千万不要放太多水 太多水会煲烂饭影响口感 想吃到肉质练滑爽口的排骨 一定要用水浸浸 用手把排骨的血水擠出来 放一瓶花生油 一瓶盐 一瓶糖 少许姜 一瓶生抽 一瓶蚝油 一瓶生粉 半瓶米酒 再放蒜蓉和豆豉 醃几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开始煲饭 用大火煮沸后 转小火 吸盖5分钟后 饭就开始成型 再把排骨落尾铺上去 切记一定要用小火 否则很容易烧焦 吸盖后淋一圈花生油 时不时转转煲仔 这样做热力就不会全部集中在底部 番茄的机率大大降低 不会煲三米 闻到有少少焦香味 就要关火 再烤5分钟 这样就可以彻底熟透 趁煲仔冷静 我们要烤两条青菜 终于可以开盖了 撒少少葱花 放一条青菜 淋少少秘製醬油 这样就为之非常好 排骨和腊味的油分 汁水全部放在饭里面 吃起来特别香 真的饭比排骨好吃 煲仔饭要即点即做 热热吃才是最个人 最大可能保留食物的原汁原味 我是Miu爸爸 喜欢迷点的赞先走 再来点一下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